再來關心民進黨總統 蔡桑林 蔡英文 今天身體著色 將對於馬總統 早的電視專訪蔡英文任為 馬總統的六三三進行跳票 代表他的破端有問題 蔡英文第一頓組織活動 是來到新的館期 受到園路 就是這個環境 蔡英文來到新店 客家文化灣區 因為客家主題的蔡英文 是大大要來更去國家重大 蔡英文說 或是可以動算總統 會來推動加客家圍 加其他族群的語言 發展為國家族的語言 我們現在各族群的這一些語言 我們能夠讓它普遍化 那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後 我們也希望能夠讓大家 正式承認這些都是國家的語言 變成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 但是這需要一段時間的來累進 所以算是官方語言的意思 也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對著對手蔡英文 希望民進黨給他四年 蔡英文說多久會更好 如果他對整體的經濟的情勢判斷 是失準的 他的執政能力是不足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再給四年我覺得 恐怕還都是一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選民應該要有不同的思考了 蔡英文也表示或是黨選會來不分黨派選人 最好的人材為國家建立最強的資金團隊 不過民進黨也很關心 蔡英文是會來煩惱說 最近民進黨副總統 參選林蘇加鑽的龍舎問題 會來影響的選情 如果它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 是一個台灣社會 一個蠻普遍性存在的問題 那我們就就事論事 我們來解決大家共同的問題 那在政治上或在選舉的時候 拿來做過度的攻防 我是覺得不合適 蔡英文獨了批評對手 這件人類也提出 進切牛肉要進出 算命的支持 記者 中指揚 中指甲SNG相助 新鐵報道